蠻淡水的舒服 那目前這幾年主要在好日子診所 高興聽到大家 好 那麼今天我們其實今天來這邊 因為大家知道你會來嘛 就是跟大家的健康非常的有關係 所以今天的這30分鐘就是健康講座 好 那麼一開始我就要先來問大家 大家是否吃得健康 因為健康其實 欸 怎麼有人咬頭 大家運氣的健康 它不外乎就是我們從嘴巴裡面吃進去的東西很重要 然後有沒有規律的運動 有 我不是規律看你的 看起來就是有 然後有沒有睡得好 睡眠充足 好 那居住的環境有沒有是空氣清新的 有 好 來 那我就要來問問大家囉 今天是禮拜天 對嗎 對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都沒有吃過外食的慶居宵 好 二 三 四 五 六 哇 這一場測也多人來收心放下 收心放下 給他們一個掌聲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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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知道 因為不能吃外食真的非常的難 因為你回家吃泡土也是外食 然後拿東西回去回撥 這也叫做外食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我要問大家 好 因為其實外食族大家知道 最容易怎麼就是營養不菌 所以我們一開始一個問題 就請周醫師 針對營養不菌這個特體來教教大家 營養不菌怎麼辦呢 好 我們國健署啊 我們所有的食物的營養 各成都有種類 一個是全部雜糧類 就是澱粉 再來蛋白質的話分兩類 肉與豆蛋是一類 有奶的 乳製品的話特別拉出來 成為另外一類 然後蔬菜水果各一類 然後最後一個是堅果種子 那其實針對成人族群 我們是有每日建議要攝取能量 首先的話水果一天會建議要吃到兩個圈頭大 兩個圈頭大有嗎 沒有 大家先檢視一下 沒有了趕快筆記下來 還是雖然知道但是做不到 對 好沒關係 等一下周醫師也會告訴大家 那怎麼辦 好來 那蔬菜類的話要比水果還多 一天要三個圈頭 好嗎 那肉與豆蛋蛋白質 一天也是要三個圈頭 好嗎 好嗎 自己檢視一下裡面的飲食喔 好來 那乳製品的話 以牛奶來說 會希望成人一天要喝到早晚各一杯 也就是大概兩個馬克杯 那最後是堅果種子類 就是油脂 希望一天的糧食 一個裝飾的湯匙 或者三個小茶匙 那請問聽到這裡 各位覺得基本上都有達標的請舉手 好 OKOK 那這也符合我們國建署每年的統計 就是成人族群大概是九成左右 是沒有大標的 謝謝 謝謝 那我想要問一下 在座跟主持人會的方向到相反 請問每天平均有兩餐是外食的 請舉手 兩餐是外食的 欸你也 意思也是 因為沒辦法 因為那個我看守啊 對不對 上班真的沒辦法 欸我發現桃園場的你們的影子 表現比其他場還好 其實其他場這邊大概就是 會跟國建署統計的一樣 就是成人族群是70%的人 每天平均兩餐外食 是是是 對對對 好所以呼應到剛剛講的六大營養均衡 外食族啊 你如果一餐 吃個 八方運輯 破鐵十顆好 另外一餐吃個 涼麵加味噌湯 欸兩餐就過去了 蔬菜好像連一全都沒有 不行欸 八方運輯不行對不對 隨我啊 所以其實現在的族群 要打到六大營養都足夠 其實蠻困難的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可以 透過一些 額外的保健食品來補充的話 其實就是會是一個 不錯的做法 是 所以大家都有聽清楚 額外的保健食品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針對不同的族群 然後來跟大家做建議 那我們主要分三個族群 第一個是小朋友 小朋友有需要補充嗎 有需要補充嗎 有啊 因為其實小朋友 他是國家的凍涼 對不對 他要這個 長胖又要長高 那其實小朋友現在呢 其實會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小朋友其實也會 一個礁石的問題 對不對 小朋友不喜歡吃青菜啊 不喜歡吃水果 你小時候也是這個 好 所以不喜歡吃青菜 不喜歡吃水果 而且他現在 上了學校 很常會被同學傳染一些感冒 所以其實呢 還有小朋友比較容易 特別容易過敏 但因為小時候 有沒有流鼻氣啊 過敏 然後尤其是換氣交氣的時候 所以在這邊 我就要來問一下醫師呢 針對小朋友的部分 如果小朋友超時 然後如果還有有點過敏 這樣怎麼辦 我們要幫他 額外補充什麼呢 嗯 好 首先我們對小朋友啊 還有青少年的期待 其實最重要就是 可以健康成長 然後發育 就是最好幾點 給他好長得很高 長得很壯 所以其實 最好是可以少生病 然後 一起孩子們 不要從小 就變成一個過敏兒 過敏期始 因此 要能夠少生病 要能夠成為過敏兒 最重要就是 我們免疫力要從小 就鞏固好 好 那這邊我想要問 我今天第一個 有獎真的 好 來 很厲害 對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都要吃東西 兩餐三餐 那一直都有外來的東西 從嘴巴 進去到洗澡 胃 所以其實一直在面對外面的東西 可能有帶有病菌啊 這樣東西過敏的 所以其實腸味道的 免疫力 是很重要的 那 腸味道的免疫啊 其實會跟一個外來物總是一起合作 對 也就是住在裡面的腸道菌 所以 因此腸道菌 是不是好菌這件事就很重要 好的菌可以讓你的免疫力好 腸胃功能好 那壞的菌可能就相反 讓你便秘 讓你腹泻 讓你長生病 所以 保健師菌裡面 得益生菌的補充 就是 讓你可以人體一直接受有好菌進來 然後這樣可以穩定的住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益生菌對孩子們來說 就是鞏固 小生病 以及不要生了過敏 一個很重要的保健 是的 那我也想要請問醫師 益生菌是不是 這樣說是只有小朋友要吃嗎 那我們長大也要吃益生菌嗎 其實益生菌是所有民營族群都需要的 小朋友除了免疫力之外 那再來就是成人 例如女性族群常常有便利的問題 對 那也會有一些成人他會有消化不良 例如是常瘴氣 或是有些人是一定要拉 我自己吃就拉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靠 然後搶到醫生菌的補充去改善 好然後接下來其實我自己想問 我也幫大家問 大家知道現在醫生菌呢 你在網上Google 可以看到醫生菌就是琳琅欄目 要怎麼選 因為每一個都說他是最好 那我真的要選的話 有沒有什麼大方向叫大家選醫生菌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們外來的細菌要能住在腸胃道裡面 成為裡面長 就是常住的菌種 第一個就是菌豬素要夠 因為你腸胃道裡面就有幾百億個版 住在裡面的 你知道怎麼讓外面的取代它 所以回到產品本身 我們知道醫生菌都有分種類 有菌豬然後變號 其實這些產品上有沒有著名 都是一個重點 詳細的列出來它的變號 我們都可以在網路上去查到它本身 可能是有什麼樣特別對身體的保健功能 一直得到這個變號 可能免疫啊 腸胃口感啊等等 那再來就是菌豬素要夠這件事 所以產品本身 並不是越多菌種越好 因為其實菌種一多 可能十幾個二十幾個 我們可想而知它大概一個菌的數量 不會太夠 所以其實我認為 專注在幾個 可能個位數的菌種 但是菌豬素足夠的產品 是比較理想的 那再來就是 醫生菌要能成功住在你的腸胃道 首先它要能抵抗我們很強的胃手 所以產品本身 如果有一些抗胃腸的技術 也是一個價格 那最後就是醫生菌 它要吃東西嘛 對不對 那醫生菌要吃的東西 統稱叫做醫生菌 或是醫生菌 好 那我想要問我第二個有獎 真大 很難啊 欸大家做的都很棒喔 好 來 對 那 國金屬做了很多統計 其實六大牛裡面 最國人普遍超過八成以上 都缺乏了前三類 蔬果就是其中之一 對 大家其實想像一下自己啦 自己平常最缺的是蔬果 剛才醫生說那幾個必須要吃的 第一名是蔬果嗎 對 好 所以說 產品本身如果 已經幫你在裡面做好醫生菌 要吃的食物 醫生吃的話 對產品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優點 所以我覺得挑選上 有這些部分可以注意 所以記得 就是我們在看 要買醫生菌的時候 後面的後包裝 你是一定要看到的 這個菌主要夠 對不對 然後菌種不要太多 菌種不要太多 然後接下來 最好如果它上面有寫 它含的膳食纖維的話 而且它還可以抗胃酸的話 就是讓你的菌 所以最重要的一身菌 是要它能夠在你的腸胃活 對不對 它要能夠存活 它才可以幫助你的腸胃 然後有一點育力 所以這就是幾個大方向的部分 非常的實用 我們大概要記下來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族群呢 當然就是大部分人在做 這個叫做社會的中流砥柱 簡單的來說呢 就是非常辛苦的上班 上班族 好 那我們真的 上班族的這個大部分 我們這個氣壯年怎麼辦 那平常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眼睛的問題 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上班大部分就是看電腦 回家又要看手機 第二個 睡眠普遍不足 第三個 可能有些人要久站 有些人要久坐 然後壓力太大 這樣子怎麼辦 這些人我們要補充什麼 首先我們成人族群 就像主持人說的 常常有用眼過度的問題 工作看電腦啊 然後回家還有平板 然後做車划手機 對不對 所以說保護眼睛其實有一個營養素 它主要一直來自我們蔬菜水果裡面 有一個營養素 但是 蔬菜水果很大 很多幾個不夠 對不對 好那第二個有講真答 請問 這個蔬菜水果裡面還有的 一種植化素 那特別對保護眼睛有風向 請問是什麼植化素 真的會 我連植化素這三個字都聽不懂 白色衣服的小姐 植化素要自射 對眼睛 那個植化素是哪一種植化素 哪一種植化素 會嗎 保護眼睛 保護眼睛的小姐 我們再給他一次請問 花體書 可以嗎 燕華素 對燕華素 對燕華素 因為太難了 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答案 燕華素都不是用準答案 正確正確 對所以燕華素的補充 其實就是可以幫我們眼睛 就是增加很努力 是的 那再來就是 我們上班照顧家庭 都需要精神體力 對 所以其實有 維生素裡面 對精神體力 這個大概應該最熟 對B 對 維他命B 對 那 不知道的就是覺得 那我是最簡單來 種的維他命 對 不過其實各個維他命 它就發各自的功效 那像C的話 就是可能養顏美容 對 對 那其他還有一些 抗氧化 然後幫助鈣質吸收 那 像維生素D 它跟B跟C不一樣 我們知道BC是水溶性還是脂溶性 水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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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B群吃太多 療療會面膜 那OK 那其實脂溶性的話 就是ADEK 那維生素D 其實是國人普遍最全好的 所以說脂溶性的意思就是 它反而是會更有脂 是比較好一起吸收的 所以這個時候搭配一個魚肉 就是一個很有效率的補充方式 衛生素低價醃油 那魚肉裡面是含有Omega 3 它對我們整體的打固醇啊 心血管健康啊 都有一個訪問的功效 所以這些衛生素 然後剛剛講到製造素葉黃素 其實都是一個成人 我覺得都可以去補充的保健食物 好 所以現在講到這邊 有需要做筆記嗎 這些都有做到 這些都有補充到嗎 有有有有有有有 沒有能記得做筆記 因為我們既然我們沒有辦法 從一般的食物上面攝取到這些 那你的這個營養補充品 真的一定要吃足 因為這個是健康存責 你從現在就要開始慢慢的存你的這個分啊 好 接下來因為我們就要來提到長輩了 就是我們的老年人 就是大概如果年紀是65歲以上 65歲以上的 65歲以上的 好 那這邊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個數據 就是呢 我們現在全台灣 其實平均的壽命是很長的 對 因為我們現在醫療很方便 醫療科技非常的進步 所以其實呢 我們的這個 平均壽命已經高達到了80歲 但是根據統計有一個叫做不健康餘命 什麼叫做不健康餘命呢 就是 對對對 沒有辦法 健健康餘的活到最後 那統計是八年 所以呢 這邊就來說 你是72歲之後 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會開始不健康了 有些人是莫名在床啊 沒有力氣啊 沒有辦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八年 然後一直到80歲 所以這邊我要來問一下醫師 怎麼樣可以減斷不健康餘命 讓大家健康餘命 讓大家活得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的想去哪就去哪 剛剛主持人講到不健康餘命的八年啊 其實就是等於如果平均壽命80歲 可能大家台灣人活到72歲以後 到80歲這八年 是屬於一個不健康的狀態 那翻譯成500號的其實大概就是 他行動不便 需要照顧者 那行動不便的定義上 可能是要坐輪椅 他甚至臥床 或者是說他的生活期間 進食箱需要擦乳胃管啊 可能排面排尿 需要包尿布擦尿管 這些都屬於就是 所謂的不健康圓名的一個定義 那其實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老人家的 一個就是肌肉不足 肌肉的流失太多 導致他的肌力沒辦法支撐他通常的行動 好 那再來我有一個有獎症打 又有肌少症 是 所以說肌肉太少的原因 其實包括活動量不足 運動量不足 那其實還有一個更直接的 就是每天摄取的蛋白質 量不到就是建議的量 所以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成人啊其實就是18歲以上到長者都一樣 建議每天蛋白質的摄取量 要到體重的1.2倍 然後單位是克 那舉例來說 60公斤的一個成人 72克 大家數學都非常好 72克 可是72克 不是那個肉72克就好 它是裡面含的蛋白質 對 就是肉稱起來72克 對 是要蛋白質 對 所以其實我講一個 已經是蛋白質最充足的食品 就是雞胸肉 對 雞胸肉他為什麼 我當婚人覺得他比較踩 對 他肌部沒有油脂 哦 所以他蛋白質很紮實 是 那超商我們常見到的雞胸肉 大概一個男生的唇頭大 你們知道一塊雞胸肉大概含多少蛋白質 猜猜看 這個沒有有獎針打的 你隨便講 8克 8克 好 要再多嗎 大概有一個人講的差不多 你多25克嗎 對 大概是25克上下 你看他的size 對 好 所以說剛剛提到的舉例 60公斤的成人 那他一天要吃3塊雞胸肉 才夠 那吃了想到3塊雞胸肉 想到就飽了 所以其實靠吃的去吃足蛋白質量 是蠻困難的 蠻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 額外如果能夠靠一些蛋白粉的補充 其實就是一個蠻有效率的做法 是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 因為剛才醫生有說這個 蛋白質的這個量一定要吃夠 那如果吃蛋的話 一定要吃10克才夠 那大概7顆蛋白質而已 對 所以不要管用蛋 所以這個蛋白粉的補充是非常重要 好 那請問除了這個蛋白粉的補充之外 那針對長輩還有沒有什麼一定要補充到 嗯 再來就是 嗯 我們剛剛有介紹國建築 都有統計各個營養素的攝取量嘛 那其實 蘇果一定是前三名不足的 對 好 那還有一個是 呃 牛腩 乳製品 對 乳製品啊 它的統計很特別喔 它把所有族群切點零來分 你們知道全國的 呃 人啊 只有 7歲以前的乳製品的攝取是 超過9分都大掉 對 而且小朋友我們就叫他一定要在外國買財神去上學 對 但是長大就不手紅了 這個意思 對沒錯 還蠻想像嘛 小時候可能有爸爸媽媽啊 狂媽媽丁著 每天都有都會沒有來 但你們知道從8歲開始一直到 就是 成人 也就是中學的人 很小 小五小就中學了 然後大學了 然後大學了 它的那個牛奶 乳製品攝取不足的 比例是幾距離從不到10% 國中生就直接超到7成不足 對 對 因為判一級你可能已經很難掌控 他在外國會很難 對 然後出生會了更慘 而是8成不足 所以乳製品 所以早上都豆漿不算 因為豆漿不是乳製品 嗯 豆漿不是乳製品 那你們知道乳製品 特別跟 肉魚豆蛋 因為蛋白石的來源 卻要把它分成另外一種 養飾品味 又這樣很大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什麼 多了什麼狂物質 好 來那個 代言記得這位 對對對 你是這塊舉手的 多了什麼 正確的 標準啊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但我們只能給你一個掌聲 我們有發這麼快喔 剛才有發這麼快嗎 好 好不好意思 要給你一個掌聲 大棒棒棒棒棒 好 對所以說 老人家的情歌舞片還有一個原因是 很多骨折的發生 對 所以其實鈣質的補充 就要從成人開始 就是 就要補充補充補充 像奶的開始 喝不到那麼多牛奶的話 其實就給靠耳外的鈣片 或者是喊鈣的不好意思 來補充 是 骨粉才會顧好 對 那最後就是 情歌舞片裡面還有一些插粉 它可能就會是跟心血管 腦血管的關係 重複的 的 病患就是可能進食啊 上廁所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血管的健康 一個就是 油脂 好的油脂 可以降染不存 抗發炎 所以Omega3 魚油 其他還有像Q10 可以只有保護血管健康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些也都很重要 對啦 所以當然已經越大 我們要補充的這個營養品是越多的 因為油脂很多東西 像Q10 但是幾乎沒有辦法從食物上面獲取的 對不對 對 比較難 比較難一點 那當然深海魚是可以吃到這個Omega3 好 那麼這個就是針對在我們飲食部分 要怎麼樣健康 那麼接下來 我們第二個部分要分享的就是 除了吃的要健康 我剛才說規律的運動 規律動 沒辦法說什麼了 就是要靠大家自己的心了 好 記得要去運動 好 好 好 可是 怪不 好